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,经中共中央批准,对国家体育总局援党组成员,副局长杜兆才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 经调查发现,杜兆才在履行党的纪律以及其职责方面存在严重问题,包括违反八项规定、违纪收受财务和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等。 鉴于其违法违纪行为严重,中央纪委决定给予杜兆才开除党籍处分,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,并将其违纪违法所得收缴。 涉嫌犯罪问题将移送检察机关处理。此举意在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捍卫连结政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